大家好,我是桑子,嗷嗷,性感,上楼眼不团,我开个小车,驾照,从不挂开的得度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系列,火影 今天要说的是一个可甜可咸,可男可女的角色,白 虽然官方一直在说白是男性,但我还是倾向于相信他是女的 不然总感觉有些激情四射的意思 白出生在水治国一个中年鸡血的小村庄 虽然田更生活清平如习,但也还能勉强维持 白的父母都是温柔之人,白也曾是他们的掌上明珠 就这样白从出生到长大 本该温暖的一生却被父亲改写 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 长期战略的水治国天生畏惧超乎众人的血迹仙界 也就不允许这种能力的人存活一世 所以拥有血迹仙界的族人只能隐行埋名生活 而白的母亲就天生拥有冰盾血迹仙界 她本想把这种能力隐藏和父亲一起生活下去 但没想到就连他们出生的孩子,也就是白 都拥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血迹仙界 发现这一点的母亲第一次打了白 因为她清楚拥有这种能力就相当于被命运打了标记 随时准备接受命运的审判 当这个秘密被父亲知道后 父亲第一个杀死了白的母亲 少不知事的白第一次面对着死亡威胁 竟然是来自自己的父亲 可想而知 这种安全感瞬间转变成的绝望淹没了白 白出于本能的反抗杀死了父亲 但却被这种痛失双亲的感觉击溃 可以说从那时候去 白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内心被那种不被世界需要的感觉占据 而恰恰是这种不被需要的感觉 找到了第一个肯接纳她的人 逃递灾不斩 所以锦上天花我泻泥石 雪中送炭我念泥士 四处漂流的白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 从此不必再流落街头 成为了灾不斩的武器 一个不存在任何羁绊的武器 一个孤独的灵魂遇到了另一个孤独的灵魂 从此以后他们互为归宿 既然要成为灾不斩的武器 所以白所要练习的从来不是花拳锈腿 而是招招置敌人与死地的逼杀技 灾不斩将自己的毕生战术传授于白 除此以外 白还拥有了与生俱来的血迹陷阱 这让他们在后来的杀人委托中屡屡得手 在与白的对战中 敌人甚至不曾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白的每季飞针都命中敌人要害 俨然变成了一个没有感情 名副其实的杀人机器 从这点也能够看出 在后来与佐助的对战中 佐助身中竖标都没死的原因 只有一个 白故意躲开了佐助的要害 因为在白的眼中 佐助这个天生具有血轮眼特殊能力的少年 肯定也遭受过和自己一样悲惨的童年际遇 要介绍白就有个永远绕不开的男人 陶地在不斩 从在不斩的名字就能够看出 这个乌银鬼人有多强悍 任何人都不需要被我斩两次 所以这集算是这对双飞组合的专辑介绍 而白和卡卡西班的初次遭遇 还要从在不斩的人头买卖说起 为了赚钱 在不斩这个曾经试图暗杀水瘾的叛逃人者 不得不做起了男人钱财 替人消灾的买卖 因为有白的辅助 他们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现在任务多了 说不定哪次就遇上个狠角色 给你来个双飞变双杀 这次是海运公司卡多找上了在不斩 目的是暗杀波之国桥梁工程副主任 达斯纳 因为如果达斯纳顺利建完大桥 将威胁卡多对波之国的控制 而波之国也早就想到 有人会干涉这次大桥的修建 所以提前找到了木叶 而承接这次达斯纳保护任务的 正是卡卡西所在的第七班 这也是名人三人组学校毕业后 接到的第一个C级任务 在不斩先是派出了几对乌影中人 但统统煞雨而归 所以不得已亲自出场 没想到却遇到了 大名鼎鼎的复制忍者卡卡西 人位露面刀献笑 在不斩的出场把名人小鬼瞎尿 名人以为终于到了自己 大显身手的时候 所谓出生牛犊不怕虎 他也根本不知道 眼前面对的这位 同样是赫赫有名的 乌影七人众之一 讨递赛不斩 一个曾经连忍者资格都没有 只身杀死了童年毕业的 一百多名考生的少年 直到看到卡卡西掀开户 而露出血轮眼的那一刻 三人小组才意识到 这次真的遇到了难堪的骨头 卡卡西命令三人 百看万字阵型 主要负责保护达斯纳 卡卡西单独正面与赛不斩硬钢 赛不斩一记乌影之术 让本就处于劣势的第七班 更是难以应对 面对雾影封路 卡卡西也没了招数 只能一身查克拉眩衣 先行弹开周围迷雾 所住从没见过卡卡西 以前有过如此杀奇 正在紧张的瑟瑟发抖的时候 没想到赛不斩再现身时 却出现在了三人小组正中间 手持大刀就要得手 卡卡西雷鸣闪现冲到面前 本以为苦雾 命中要害能够结束 没想到却是敌人水分身 真正的赛不斩 则悄悄站在了卡卡西身后 赛不斩大刀挥舞 名号果然不是朗德虚名 前后一秒的功夫 卡卡西又把苦雾 夹在了赛不斩脖子上 就这样两人交手几个回合 最后还是卡卡西大意 中了赛不斩的水牢之术 赛不斩单手限制卡卡西行动 再出水分身 要灭掉几个小鬼收工 眼看自己的老式卡卡西 都打不过的敌人 名人佐助更是被吓到瑟瑟发抖 但名人曾经对自己说过 再也不要做队伍里被救的那个 所以他克服恐惧冲向赛不斩 被砍一刀竟然只是为了 夺回自己的荣耀护额 是可杀不可辱 被瞎尿的小鬼倒下 斗志阳阳的名人站了起来 面对赛不斩脚下的同伴 名人的招牌动作 影分身上场 但只凭一招影分身 怎么可能赢得了大刀 名人也只不过利用此招 和佐助共出一击 趁着赛不斩没看清的功夫 名人变身佐助手中的风魔手里剑 佐助跳起扔出致命一击 但手里剑却绕过分身 直奔本体而来 赛不斩一个挖跳轻松躲过 真身甩出的苦雾才是最后一击 赛不斩只能收手躲闪 卡卡西利用两个小鬼 争取来的黄金时间 从水牢逃脱 所以刺史之中 左面二人都深知硬刚不过 必须先解救卡卡西 既然中过一次水牢 同样的忍数 卡卡西不会再种第二次 他血龙眼复制功能上线 与赛不斩同时接引水龙弹之术 速度威力一点不输对方 甚至还被反超 卡卡西率先用出赛不斩 正在接引的大瀑布之术 一招冲尿了赛不斩 同样都是蒙面男人 为何你就可以如此风骚 正当卡卡西要杀掉赛不斩时 没想到两极非真 茶乳动脉 赛不斩应声倒地 本节的男主角 白登场 卡卡西咽过尸体 赛不斩的确死掉 但没想到却是白 故意封了赛不斩的穴位 让他暂时处于假死状态 就这样救走了 这个把自己视为公救的男人 既然这次大意输给了七万 卡多的委托又不能半途拒绝 再不让专心养伤 筹划卷土重来 期间明人播之过训练 还意外遇到了 编装采药的白 其实做这集的时候 我一直纠结于 到底怎么介绍白这个角色 他到底是男是女 穿着打扮 反色连衣 身微相圈 甚至还有些酥胸 而且面对明人 叫他姐姐的第一反应 白并没有拒绝 说明从内心里 白就是个女孩 只不过在白反应过来之后 特地冷静地告诉明人 自己是个男生 我就是男人 你 你 咱咱 这里我主干猜测 是不是为了后面决战的时候 让这个同样年纪的孩子 也就是明人 对自己不要手下留情 否则是赢不了自己的血迹献戒的 初战小鬼发生意外 为求活命 假死耍赖 要得银两不再耍帅 明人大桥卷土重来 两波硬核的第二次相遇 已经来到了几天后的明人大桥 当时这座桥还不叫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为了基因明人打败对手 为波之国赢得自由而取的 再不然七只水分身出场 却被佐助几刀砍爆 白的首次上场就惊呆了众人 没想到这个和佐助差不多年纪的少年 竟然可以单手结音 这样的人者卡卡西都未曾见过 眼看白的千沙水祥就要接过了佐助 但佐助的速度那也不是吹的 不但躲过了飞针 还把白一脚踢飞 从来都是我杀别人 什么时候受过如此侮辱 被踢飞的白终于用出了他的独家秘术 魔镜冰晶 佐助被镜子围在中间 而白则出现在了周围的每一面镜子中 第一次见到如此忍住的佐助 面对白的每次攻击 只能暴徒蜷缩 完全想不出任何对策 佐助被打得完全没了斗志 所以就在此刻 去解救村民回来的名人 闪亮登场 利用名人分身结役的时间 在部长投出四枚手里剑 按常理名人是躲不开的 但没想到白却非真拦下了 在部长的攻击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 白对名人小组的攻击 是有所放水的 当然要说九尾化后的名人 可能白也的确打不过 但至少他刻意给佐明二人 留了一条生路 利用名人登场的几分钟 佐助冷静分析了 应对白的策略 眼前的魔镜就是他的利器 所以要打败这个强敌 就需要名人在境外配合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佐助还没想完 名人已经主动跳到了魔镜中 这天下第一意外忍者的称号 也不是白给的呀 白利用镜子的反射 穿梭于镜子之间 所以他的移动速度 可以接近光速 利用名人的多次影分身攻击 佐助大概看出了 白的运动轨迹 所以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反制 但白肯定不会给他们 任何喘息的时间 接下来的几次攻击 让名人佐助瞬间变成刺猬 伤痕累累 面对敌人的暴击 佐助仇恨之暴增 终于打开写了眼异性 所以能够清楚地看清 白的每一只飞针 白的最后一次攻击 本打算杀掉昏迷的名人 佐助看出了意图 但也无力阻止 最后只能以身相抵 佐助替名人扛下了飞针 晕了过去 面对白的攻击 他俩是上演了一出 名人晕完左助晕 佐助晕完名人晕 名人晕完左助晕 佐助晕完名人晕 哎哎 面对同伴的舍命相救 那个曾经发誓 再也不要做队伍里 被救的那个的少年 那个发誓 不会让同伴被杀的少年 终于崛起了 名人的仇恨唤醒了九尾 九尾的红色茶茶辣 包围了二人 身上的伤口迅速一合 接下来等待白的 就是名人的致命一击 九尾后的名人破坏了一皱增 名人一把扯下 没能来得及回到心中的白 一击重拳打碎了白的魔镜和面具 本想最后结果掉 这个伤害自己同伴的名人 没想到面具下 却是那个曾经和自己 谈论梦想的少年 所以名人收手 只是象征性地打了一拳 至此 白 作为在不斩的夺命武器 作为那个男人的狩猎工具 彻底失败 为了实现在不斩的梦想 而活着的白 以实现在不斩的梦想 为梦想的白 被世界抛弃 不被他人需要的白 遇到了在不斩 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为了在不斩而活着 即使那人只是水之国叛逃人者 即使那人为了生存 取人钱财 替人消灾 这些对白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终于被需要 活下来的理由 也终于找到 所以对白来说 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人 就只有逃递在不斩 一人 名人的一击 彻底打败了白 活着的理由 把他唯一留在在不斩身边 唯一被在不斩需要的理由 撕烂 所以白必须死 而另外一边 两个蒙面男人的战斗 也是卡卡西利用 几只宠物狗 占了上风 卡卡西雷切 打算杀掉这个背叛村子 为了牵财 无恶不作的叛逃人者 没想到白却替 在不斩 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如果不能继续成为 你的杀人武器 那我至少可以成为 你的最后防御 白替在不斩挡下了雷切 但这个不争气的男人 依然不是复制 人者卡卡西的对手 卡卡西两只苦 限制了在不斩的双臂 无法用刀 无法结印 也就成了废人一个 最后面对卡多 对死去的白的侮辱 名人气愤的讲出了 这个少年的悲惨人生 一个失去双亲 无家可归的孩子 一个四处游荡 流露街头的少年 一个甘愿被别人 当作武器 当作工具的少年 一个没有自己梦想 只以实现这个男人的梦想 为梦想的少年 一个可以为了他 连命都不要的少年 就这样死了 难道不悲剧 难道不可悲吗 难道不值得同情吗 名人的肺腑之眼 打动了在不斩 那个杀人见血 不流泪的欺齿汉子 此刻像是丢了 最亲爱的玩具 哭得像个孩子 所以最后 再不然嘴雕苦雾 结果了卡多 回到了白的身边 即使我一身狼藉 恶观满盈 即使我一失恶名 埋没感情 即使我双手背废 再难指认 永别前 我还是在想看看你的脸 去那个世界前 再感受下你的温存 永别了 爱我的人 永别了 我爱的人 好了 火影系列第一集就到这里了 写稿的时候 差点哭出来 希望你们也能喜欢 我是嘟嘟 我们下期再见